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我们来看见台北股市的表现 今天台北股市上的昨天美股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跌56点 跌56点台北股市 同学涨这么多 涨这么多 你涨这么多你让它稍微修正一下嘛 修正一下56点也不错啊 就跟这边的修正意思是一样的啊 涨上来稍微修正一下 涨上来稍微修正一下 才有机会才有机会 不是吗 那我们来到股票市场 你刚听我讲到这是指数对不对 那来到股票市场 你要真正能够赚钱 第一个是要有正确的方式 我每天开场跟你讲的都一样 你的方法是错的那你赚不到钱 你的方法是错的 我保证你赚不到钱 你方法对那你有机会哟 你方法对你有机会哟 那我也常给各位看过这张字卡 我说赚大钱的秘诀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很好奇 我的第一项 我写的内容 这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资讯的意思 因为投资朋友 你往往你看到的资讯 都是过时的资讯 那什么叫资讯的可贵 我证明给你看 我证明给你看 一个月前你看过这一台车 我说价格的Tesla 这台要500万 人郭董这台40万 一个月前 18 20 对不对 到今天 不好意思 50%了 那请问一个月前 我们把这个图后面遮起来 我把这个图后面遮起来 用这一台车子来取代 假设 跌下来的时候 你看到是这一台车子 我说这是资讯的Tesla 这台是郭董的 我问你 你如果跌这的时候 你如果知道这台车 买40几万会卖到翻 卖到翻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一个月 50% 一个月 50% 这都你看过的 这都你看过了 董事就不要再说了 董事说怎么回事 再说我也不好意思 因为当时你看就是这个 财富重分配 你会要背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会要背 你会要背 是不是这能干 而且我第二次又跟你讲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趟对不对 第一趟的60%你没贪到 但是第二趟我把字体放到最大的是 您有没有资讯 我问的是六个字 这六个字 你有没有资讯 如果你没有资讯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买到这边 那凭什么出在115块 见好就收 而且是大大的 告诉你 大赚离场 这边现行都没有破坏 115块的现行没有被破坏 可是当天2月22号 我给各位看到的字卡 就是大赚离场 请问一下有没有资讯 继续证明下去 今天大盘 我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但是你竟然把我话语听进去 因为这是1 什么是1 我相信你会背的 1是什么 海光 对不对 老师我知道 1 海光 对不对 那我再度证明给你看 为什么我可以买在起账的这一天 我请你把1带回去 我没有在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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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把1带回去 我却在起账的前一天 涨停板的前一天 涨停板的前一天 我请你把1带回去 之后就是涨停 涨停 涨停 6天 41% 再接着证明下去 市场有没有公开资讯 有 你看到叫公开资讯 但是我这个叫领先资讯 我强调要会卖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卖难道没有资讯吗 没有吗 没有吗 有啊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我们是一档 接着一档啊 你刚刚看到 你刚刚看是海关对不对 6天40% 那华为你也知道对不对 对 4天20 我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后来是日电帽 那我先交代一下这一档股票 你要留意哦 问各位一件事情 这是这一段我们做的 对不对 他最近在做什么事情 他最近在做什么事情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老师好像营收 前面都是空的 怎么都没有营收啊 怎么都没有营收啊 老师赔钱啊 赔钱对 那你看1月 不要看1月啦 你从12月开始看 12月 1月 2月 那接下来呢 那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是 1加2加3 1月加2月加3月 你觉得会跳出多少EPS出来 我没有跟你分享过啊 我没有跟你分享过卓越啊 卓越先前是不是做光谦 光谦做不赢那就不要做 那他只要做好做补教 华为也是啊 他先前是做同伯基板 同伯基板 太难做了 为什么做不赢别人 进军做补教 我跟各位解释过了 芝麻接梅雨在中国 为什么1.5亿 那那个现真做什么用 那接下来营收 会不会有爆发性 或有爆炸性的营收 你要有资讯 我懂得买 我懂得卖 相对什么位置可以接回来 你知道吗 你要跟我做 你要跟我做 你不要用你的方式操作 或许你也知道我们本周 我们本周 战果不错 不要小看这三天 1.2.3 这三天 这三天台北股市也还好吧 这三天的台北股市 还不错 对还不错 那我请问你 这三天的台北股市 还不错啊 那你有赚到钱吗 那我们先跟你预告啊 你有没有看过这字卡 你有没有看过这字卡 起账之前的海光 就是长这一副样子啊 我跟你讲这11块多啦 这边都11块多啦 11块多你不会想要的 那所以我刚好请你来 我说是不是有这样的图啊 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图 这是日线 这是月线 谁有预告 百分之百一定是真的 因为我有预告啊 同学 我都有预告啊 那这涨停板是假的啊 在昨天的涨停板啊 那今天呢 插一档涨停板 两天20% 你跟我同步的话 你有机会赚到40% 你有看过这个扣讯吗 这是我给我会议朋友的扣讯 我让你看个重点 帮我放大这个区块 好可以 什么的贡献 2块钱 给我全图 你看到的资讯 你家的电脑 你家的报纸 他是告诉你 他是告诉你 二月营收怎么样 对不对 二月的月增36% 年增89% 那这个你绝对不知道 那请问 如果在你知道之前 当时有的9块跟10块钱 你有来 那绝对是不一样 那可不可以买这一档 那你错过啊 你错过这个 我都交太过啊 那你是不是可以买新的 月线 整理了一年 这一年当中 整理了一年 开始爆量 营收冲出来 营收冲出来 那你不能回答 我说老师今天跌50几点 老师这跌50几点 这盘好像是不是 听说又要开始崩盘 那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 换个思考的模式 你可以利用今天好好的 好好的彻底的决心 开始把一些股 把你那些股票 拿出来清一下 换到有机会会涨的股票 那你才会有机会啊 你才会有机会啊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 常会做一件事情 会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会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叫奇怪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你明明都知道说 你明明都知道说 同学 你懂吧 这是不是跳空跌停 跳空跳空跳空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 跳空跳空跳空 可是今天仍然有2000多张 成交了2000多张 我并不是 我并不是说这档股票的跌停板 如何又如何 但是各位 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你明明知道说 前面有火灾 那你还往火的方向往前冲 你明明知道那个地震 那房子已经倾斜了45度 那你还要进去寻宝 里面可能有宝藏喔 有黄金喔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很多都做这种事情啊 这跟这当初 当初这股票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264块的大宇智 有没有去减宝的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减到宝啊 跌了50块可以买 跌了100很便宜 你还记得吗 那到今天呢 还是没有机会啊 这就是操作股票的观念 你一定要懂 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没有赚钱的原因 没有赚钱的原因 你一定要找出来 你一定要知道营收 你才有机会跟人家拼 买在哪边 买在突破起帐的位置 你才会赢 所以我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你不要因为今天跌50几点 愁云产物 然后开始又跟我讲说 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选择 哪一些股票 开始要去放空它 你有必要这么做吗 有些时候股票跌到相对那个低档区 他一弹就弹很快 也不见得是说 来我跟你看一下 这股票你应该耳熟吧 康康对不对 他跌到相对我放大给你看 有些时候股票到相对的位置 他会弹很快 这一弹超过30%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 你要买在哪边位置 你会大赚 买这边会大赚吗 还是买这边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要知道你现在买的位阶 是在什么地方 你就不用怕 举例说明 买到相对低档区你会怕吗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我讲了很多次了 你在相对的地方 请问这相对的地方 是相对的高还是相对的低 你在相对的地方 你相对的高点去买股票 我告诉你 你一定赚不了钱 那我请问各位 你如果买到相对低档区 而且我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了 人家为什么会把营收 如果真的 真的公司有状况 他会把营收做到创历史新高吗 他会把一月的营收做到创历史新高 那是什么逻辑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 那在举止呢 举止呢 来 你说我有没有资讯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3月8号我手指的位置 3月8号我把后面遮起来 请你拿你家的电脑拿出来看 你认为这个是买点吗 老师这怎么会是买点 这怎么会是买点 这怎么会是买点 119到这个位置怎么会是买点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老师 老师阿姨说 零呢 会对零 你看这个 人当初去是负数 负数耶同学 负数的时候 赔钱的时候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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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起来你要吗 遮起来你不要啦 但是你看到呢 老师 听说 三百 穿起来要拼到五百去 有时候蛮难过的 这种市场做久了 有时候会很难过 我们今天赚钱 但是我并不会因为说 我并不会我们今天赚钱 就感到非常的开心 不会 而是我坚持一件事情 我坚持一件 我平常心 但是我挑股票 我一定要挑 营收有爆炸性的 有爆炸性的营收 那你就不用怕 你就很有机会 那我说今天让你体验可不可以 我知道大家今天都不舒服 你今天绝对不会开心 因为今天大部分的股票 老师今天大部分的股票不怎么样 对 那你说开心 那我可以让你体验可以吗 可以吧 我说我今天让你体验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把他带回去 你今天把他带回去 你下次看到他创新高的时候 你不是开心 你是非常非常开心 你不要等到每一次都创新高 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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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了 遮起来你又不要 遮起来这能买吗 这能买吗 你家电脑你拿出来看一下 遮起来能买吗 遮起来能看吗 还没看的呢 这什么股票 是不是这样子 海光起上之前 这样能买吗 老师在这什么股票 要那么牛 这那么牛 怎么会涨呢 遮起来可以买吗 可是当你知道的时候 就是40% 换个方式吧 换个方式 那因为今天刚好这样的机会 真的啦 我很少让人家体验的 资讯这么可贵 我还让你体验 那因为今天 想要帮大家一个忙 为什么 因为你们 你们今天绝对六神无主 真的 你今天绝对六神无主 那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档股票 它是一档低价股 再看一次 人人都买得起 它是一字头的股票 那你今天只要拨电话进来 你今天拨电话进来 我就让你体验 把电话拨通 今天破例 让你体验看看 什么是开心的感觉 我们正好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 投资的至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灵迹 休息有online 额排气密窗 投资的至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嗨 大家好 我是汪子曼 平时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 在国道上 小行车请将速度除以2 大行车请将速度减20 进入雪山隧道时 以前车保持两个细行线 或是以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 就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 大行车 随时以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 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 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喔 各位可以这么做吗 怎么做 先赚这个 再接着赚这个 你会背了 因为我都有交代 我都清清楚楚的交代 我在哪里买 在哪里卖 我都交代的很清楚 三档 你都有机会喔 你都有机会翻身翻背喔 你都有机会喔 那这本周 我让你看下本周 本周我们怎么操作 本周都这么操作啊 我说我错过 我们 你错过这个 我帮你找这一档 对不对 昨天很快涨停板 七分钟就涨停板 今天也不烂 今天也蛮快的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 重点已经发生了嘛 对不对 你不要小看这两天耶 而且我是从我预告开始跟你算喔 我也没有从我的会员朋友开始跟你算喔 我也没有从最低开始你算喔 我跟你从我呢 我开始预告的这一天 礼拜一 我礼拜一跟你预告 昨天涨停 今天20% 那我也说过了啊 你的资讯大概就是这个啦 二月营收 有没有 月增 年增 那你知道这个吗 你知道的话 那你就有机会赚到这个 但是已经错过 对不对 好错过没关系 这个 这个 体验 体验 今天说话算话喔 今天只要拨电话进来的 开放体验 我希望他创新高的时候 你要谢谢我 为什么 老师凭什么你说他会创新高 凭什么 凭什么啦 凭什么 凭你有没有资讯啊 你当时有这样子的条件那你就赚得到啊 我每天都讲一样的内容啊 那我跟你说有新的你要不要来 有新的你要不要来 我再三强调喔 你不要乱追喔 你要等我指令喔 你们都会拆 你们拆得到 拆到没有关系 拆 不是马上让你去买 你要知道买一点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买一点卖一点都一定有人会比你早知道 那你就一步一步来 你不要 你不要用你的方式去操作 你要怎么做 你要跟我做 光本周 光本周这样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才两天就有这样子的 你要不要 你要来啊 当然错过那你就来买新的 因为我说今天 只要你拨电话进来 我非常的有诚意 你今天拨电话进来 就是开放让你去体验 体验这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 体验它将来不久 不久 不久 它如果创新高 那感觉 是我要给各位的 你再看一次 你今天只要把电话拨通 我让你来体验 体验什么 体验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会让你开心 记得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就 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